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指揮告發行李宗盛 指揮告發行jadi 嶄�日本公共分火 難以錅賞交集組合 指揮告發行李宗盛 designed consensus 消息師前 民政院在兩年前的世界人權月 2020 年 12 月 10 日 所公布的台灣企業人權行動計劃 後一天就完了兩週年了 我們今天召開市場座財會的七個公民團體 其實都是在企業人權方面相當公布經驗團體 我們想要針對行動計劃過去兩年的支持狀況做一個體驗 但在我開始做政治理論中 我還是想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會有很多的工作的辦理 以下會是等一下的發言選舉 第一位是環境法律人協會 以及在居室會環境法委委會主委或是律師 第二位是台灣人權權術經會的秘書長 伊翔 第三位是台灣人公司的秘書長 孫永蓮 第四位是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的研究人 孫欣賢 第五位是人權公約市民監督聯網的創立研究專局人 孫欣賢 那還是花一點點時間來介紹這個行動計劃 它的背景其實是從1990年代開始 台灣機器起飛的時候 開始有很多台灣的大系列造土外公司 其實這一類造土外公司的大系列 它出款是電子業 繩衣業或者是石化產業 其實在東南亞 南亞 甚至會到東南美洲 北美洲 那因為這些國家其實都是很多的 勞工和環境法規的保障比較低落 而且政府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也不強 甚至其實很多是衛生國家 所以對於台資在海外其實就很少有發生 或者壓力成本 或是環境 或者是壓榨了共產 或是發生 那剛剛提到的原因 所以這些外國的受害者 即便他對這些外國的情侶 會非常痛苦 但其實很長 浮板或非常難在上去或者究竟 那這個狀況目前最 鮮活或是最 最嚴重的例子 那等一下附近的例子會介紹 就是台塞階港案的狀況 那其實負擔台塞階港案 台塞階港案是最近 臺灣比較多民眾小的案件 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件 像目前保存工業 最大的企業代工廠 在越南 在緬甸有一個I-1-1 在工會發工之後 開始工會幹部的案件 正在進行中 正在發生 那這樣的案件 越來越多 所以從2013年開始 或者工業審查 國際專家的建議 以及從2018年開始的 單索一件事上 會議 其實國際的人權專家 或者說都不斷的要求 或建議向政府 應該要有辦法 來處理規範 直接開支企業在海外 的經濟人權行為 那所以台灣7月人 也在行動計畫 其實在這個背景之下 在國際壓力之下 它才在2020年 今年10月10號 國際人權行動計畫 當然 在明天短編的立場 其實我們是非常惡性的 願意提出 這樣的一個 介入 介入人權國家行動計畫 那其實台灣 在亞洲 也是繼 泰國和日本之後 第三個 第三個提出 專門的介入人權國家 行動計畫 所以其實 我們這件事情 是產品非常激少的 但是 在過去兩年 其實 就要結束兩年以後 那 因為 我們今天 出席的這些明天短編 其實過去幾年 都有 相當程度 就是去處理 台資企業在海外 造成的 靈性破壞 或者是 科學勞工的狀況 那所以 從我們對這些 幹的理解的話 其實我們觀察到 其實過去兩年 去國家行動計畫 的執行狀況 並不影響 並不影響 那因為 這是一個非常 龐大的內容 牽涉很多的計畫 所以我們 至少 等一下會讓我們 各位與台人 來 有內容 就跟我們展開 但是我這邊 快順規結 就是明天團體 所做的短記 就是說 在 在 7月人權國家行動計畫裡面 其實事情 這邊它列出了 總共有11項 11項 它就是未來要推上 所謂未來要推上 就是在2020年 到2024年 這四年中間 它成為 11大項 的 措施 當然這11大項裡面 都有很多細的項目 但如果我們 就大項來看的話 其實這11大項裡面 國民團體認為 有7項是低度完成 有3項 我們可以把它規覆 有中度完成 只有1項是高度完成 那這一項的高度完成 是因為 它完全寫 它會就是 國際 所以像高度完成的 項目是 持續強化 推動 國際人權對話 合作 那高度完成的原因 是因為行政院 完全就直寫了 他已經在做的事情 就是公約審查 以及現在台灣毛利 原資料回憶 所以他當然會是 高度完成 那 三個中度完成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他在 他的未來做這種措施裡面 其實沒有明確提到 任何具體的法規修正 或者是政治名稱 他其實就做了一些 相對比較公辦的概念式的宣誓 因為他自己都說是公辦 所以我們也很難 有具體的指標的見諾他 所以其實 公辦 公辦他 內容通眾 這也是 企業人權比較相當其外 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 剩下 剩下這七項低度完 可能 就是確實行政院在 NAP裡面 其實他就點到了 明確的法規名稱 或者是明確的正式方案 就是白紙黑字寫在裡面 那這七項就是 至少譬如說在 第一項的 繼續承諾 落實中央人權公約 並完成國內法化 及提出國家報告 這一項 他很明確 就是 裡面提到的 禁止複行 和其他殘忍 禁止複行公約 保護所有人免遭 強作失蹤國際公約 然後 遷行 移住成員公約 這三個公約 說是 陳建源在他第一項 持續 繼續承諾 落實中央人權公約 提到他明確的 要在四年內 公約把他的公約 那至少到 這兩年過去 我們依然沒有看到 他公約把話 那另外 像是 比如說 推動接避者保護機制 裡面有說 要推動接避者保護法 那這一個 等一下有言會做更多的說明 我們到目前也沒有看到 任何的進度 那我這邊只是舉兩個例子 舉兩個例子 就是說 這七項 這七項都是 他明確承諾 有具體的法規 讓我們目前都沒有看到 任何的進度 好 那 再來 我把 在我把 曼空交給我們今天 各位的女兒之前 我想為了 大家媒體網友的工作方便 我們還是 先砍個 這樣一個口號 就是 等下 就 比較好做事情 好 那就 請各位夥伴 就是如果 前面有牌子的人 就可以把那個 把牌子給舉起來 解決一下 這個背景問題 稍等一下 給大家 請多多多多幾個 在那裡 請多多多幾個 旅行 要多多幾個 不宜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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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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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原因无非是因为如果在当地无法寻求到司法救济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回到企业母国来寻求救济 但是我们并没有将这样的窗口确实的落实打开 而这样的呼喷我们从2019年至今它依然是没有落实我们在NAP就是台湾企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里面就如同刚中瑞所述有诸多的所谓未来预计推动的措施里面其实跨域管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选 只有一项我们说的不得不进行这个后续的这个推动 所以它将这个人权公约的审查列入了第一项 但其他的项目的推动持续是牛步的进行 尤其在我们台湾越刚刚这样子的案件里面甚至有诸多的阴谋论认为台湾是一个被害者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我们不得不说 企业现在已经是远大于国家对于人权有更高的侵害 我们如果把它分为ESG三个来看待的话 我相信等一下各个组织会在这三个方面有更详细的说明 一 环境的部分 一个企业对于各国的环境破坏是一个面向 现在台塑越刚案不仅是海洋污染 它在越南当地也造成了诸多的环境破坏 包括卢渣以及它的公安问题 S是对于当地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因为台塑越刚案在当地的社会造成了 越南政府只要是对于台塑有任何的批评都会有所谓的镇压 以及用莫须有的名义逮捕入奸 G是公司对于内部管理的问题 跨国企业之所以会让人家更为担心更为隐忧 无非是因为企业它可以躲在司法自由 自由贸易以及契约自由的三个面向上面 去从事人权侵害的问题 而这些种种我们可以看到 越南人民在于台塑公司的工资 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像我们在国内一样的平等 所以我们要呼吁我国的跨国企业 在于外国的所有的相对的这些行径 必须要确实落实他们在域外必须要受到同等的保障 那也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重视 域外对于来到我们台湾进行跨国诉讼的这个司法落实 必须要彻底的打开所有的阻碍 让国外的因为我国企业受害的人民 得到司法上的救济 以上说明 好我们第二位请议祥谢谢 好 谢谢总会 各位给你记得最后大家好 我是台湾人全书经会秘书长 谢议祥 那陈如刚刚总会所说的 其实我们今天这场记者会主要就是要来检视这个20 所以20年台湾的第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而且是把主题放在企业的人权的责任 那12月10号就是两周年 那这确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时刻 来公民社会来检视这个成果 以及思考如何从民间的角度来推动企业人权责任 接下来的方向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我主要负责就是说刚刚中瑞提到的这个行动计划 承诺要落实国际人权公约 但刚中瑞有特别提到 包括反户型公约 进质型公约 包括这个进行强迫时通公约 以及这个保护移工及家人公约 这三项公约 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说这个主要的责任 落实的责任属并不在经济里面 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谈 就是到经济部作为 负责这一个行动计划的主管计划 应该要做什么 那也因为它是第一份人权行动计划 所以大家如果去比较 今年政府公布了另外两份计划 包括行政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它是一个更全面综合性的人权计划 以及渔业人权行动计划 如果你去比较这三份计划的话 我必须要说2020年的计划人权行动计划 与其说是一个行动的一个宣誓 不如说它就是一个政令宣导成分高的 这个政府的计划 如果去看包括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比如说台春会我们非常关注的难民议题 它就会列出内政部应该要在2024年 去提出难民版的草案 或者是渔业人的行动计划 它会特别去提出 我们现在台湾有1100艘的这个 远洋渔船 那它要在四年内去让 比如说10%的远洋渔船 要设置Wi-Fi的这一个系统 它会有很明确的一个时程跟指标 但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 系列人行动计划 其实没有具体的这一个行动 也没有具体的关键指标 那没关系 这份行动计划至少提到要承诺 落实重要人群公约 但我们都知道其实落实人群公约 很重要就是要根据历次的国家 报告审查的结论性意见来落实 好那今天不应该做什么 其实在2013年两公约的初次审查 就已经指出台湾政府应该要 数亿企业的责任这个议题 然后要透过有居住立的法规 来规定监督与管制 这在2013年就已经奠定了一项具体的建议 那2017到今年的2022 都有同样的结论性意见 而且今年又特别的强调 刚刚宏益律师所说的 政府有义务确保台湾在地 跟海外营运的台湾企业 以及就是说要尊重一切的人权 尤其这些商业活动影响 劳动条件、女性劳工 与移工的地位 工会团结权、居住权、土地权 以及环境权 就是今年的前任性意见 对不起刚刚提到的是2017年的结论性意见 那今年又特别提到呢 政府制定法律要规范 所有在国内外经营的企业 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外的企业活动 在整个供应链中遵守人权义务 包括纠正及不救措施 其实今年就是在呼应 整个联合国的工商系统人权的指导原则 是非常凝确的 所以经济部如果要落实这个结论性意见 就是要赶快去制定 有约束力的这一个法律 但我们其实 也至目前为止 看不到这个政府的具体的承诺 跟政策的方向 要往那个方向走 但没有关系 因为还有两三天就是世界人权 就是两周年 我们很期待 这个这礼拜六 我们可以听到政府可以明确的 来做成这一项政策建议 那我们就会说 那确实这个行动计划是有行动的 而且有具体的作为 那在最后我想要来谈这个域外管辖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刚刚童韵律师谈了凯硕钢案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经济部的投审会 而且投审会就是在审查 这些台湾的企业要投资海外的相关的 这些企业的营运的作为 而且它里面有相关的规范就是企业要尊重 国际的这些人权的规范 那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 这些企业都还没有在海外经营 那审查几乎都会过 那但是通过之后 这些企业包括我们 台权会跟很多的 包括环境法律人协会 我们之前有关注的像 魏王在柬埔寨的这一个侵害人权的行为 还有就是 刚刚童韵律师跟周瑞都提到的 像是坐在队南京钢电厂 或者是保存在缅甸相关的 侵害相关人权的作为 我们的投审会 我们经济部可以做什么 坦白说其实什么都不能做 那因为这个审查已经经过了 所以尤其台权会跟很多的 关注渔工人权的团体 像远洋血汉渔工的议题呢 现在又面临包括欧盟还有美国的 这一个禁止强迫劳动的情况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台湾的血汉渔工 我们的海鲜制品 含有血汉渔工的 这一个问题呢 是跟新疆棉是 是同样的 在美国劳动部同样清单里面 被告入关注的这个议题 所以也再一次 就是说应验了 如果我们政府在不透过 有居住心的法力来管制 就是刚刚提到很多 不管是产业的这一个企业 或者是渔业这种 这样子的一个 这些强迫劳动的这个产业呢 如果没有有居住率的法治 那我们必须说 在现在国际都高度的 关注产业链的这个 相关的情况 有没有违反人权 以及 强迫劳动的这个议题 那我们相关的产业 可能就会 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且会失去 这个投机的竞争力 所以 会 会 就会再一次的呼吁 我们政府 必须要 落实 两公约 相关的结论性意见 尽快的制定 包括 像是 政治调查法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产业链的这个 企业社会责任法制 那公民社会都非常的 乐意跟正理服务 展开相关的对话 来讨论这些法制工作 那我就做一个这样的发言 谢谢 今天出席记得会的各位伙伴 主任媒体记得明天大家早安 那我是台湾劳工政纪的 您会想顺便我们 呃 就是你们开爱情的这一排 这一排伙伴 其实 可以算是周年近控 但是不是百货公司周年近 而是 譬如说 呃 两天后 就是我们 呃 政府公布我们的 NAP 企业人员行动计划的 两周年 那我们 呃 既然公布了 呃 该给的 掌声我们国益律社 但是 不要让我们掌声 拍不下去 啊 呃 从我们今天所 给提供的资料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呃 呃 呃 我我没有办法有差强人意 这是一个字来形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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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要来 呃 更更有决心 呃 才能够达到 我们公布的 呃 台湾企业人员行动计划 这样的一个初衷跟目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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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相关的子计划去加以落实 但是两周年过去 我们真的感觉到很失望 那当然接下来他们会 政府会提出新一版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希望说在新一版的计划提出以前 提出的时候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那对于第一版提出来的要加以落实 譬如说我可能重点要讲的是 他在第一版的计划里面就有提出所谓的 要推动揭闭者保护的机制 而这个法律已经卡在行政院 已经卡了一年多了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版案 你也宣示你要做了朝远也高度共识 第一版院已经有十一个版本 朝远都提出了 但是呢法案就卡在行政院 这个这其实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个头脚不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明明你也觉得要做 但是你却迟迟不做 那迟迟不做也不给一个理由 那当然回过头来 我们当然会去怀疑 你落实这样的一个NAP 你落实这样的一个计划 你起动计划的决心到底在哪里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蔚蓝 或者刚刚施政院所说的 还有两天就才两周年 我们现在是在两周年以前开个记者会 希望两天后行政院能够有很积极 而且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宣示 他对第一版也好 或将来要从第二版也好 他到底他的积极的作为是什么 以上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刚刚你一向的发言 我是环境权保障基金会的研究员 杰史权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首先刚刚有讲到台速月刚的2016年的孤感 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还有其次情 就是在10月底的台速月刚 常发现了一个变化民众火灾 如果我们去看亚洲自由电台报道的话 真的因为那些都是黄色的 然后当地居民说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呼吸 他学校已经离工长非常放远了 但是高中生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 当地居民说 黄色的烟其实很少见 因为平常都是什么 都是黑色的烟 所以黑色的烟也是让他们 常常会觉得自己快要窒息 没有办法正常呼吸 所以这时台速月刚场 在当地一直持续的 对当地居民造成让环境造成的惊态 同时呢 sorry继续在讲台速 台速今年到跟去年 各发生了至少两起婚案事件 有被爆出来的 就是我们知道的 两起总共有七个人死亡 那我想问就是 为什么去年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今年没有再避免 是不是代表我们有什么法规 或是政策上的读读呢 再来还有一个案例 我们今年去泰国 有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 泰国的当地的代表来过我们抱怨 台湾的民地实业在去年七月 在当地的曼谷就要去发生了一场大火 然后结果造成了一名十九岁消防人死亡 四十多人受伤 两千多人被破破 前当地的水是利透不免合的 但是台湾其实没有赴照这个消息 那民地实业到底 我们要做出什么改价跟赔偿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它资格额太低 可能不需要写的资料资料资料 好这就来到我今天想讲 国家行动计划了 那在第20页 企业人同胞行动计划 第20-21页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上面呢 有列了很多他们民主的事情 包括像是公司法 像是商务公司编制与申报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作业办法 还有刚刚议想秘书长讲到的 投省会的那套法规 但是有什么问题 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强制力 你说公司法的第一条第二项 它有提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但它是一个原则性的条文 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可以去规范 你违反你真的没有做什么 企业社会责任不会有非法 再来证交所那套系统呢 它是司法上的义务 所以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强制力 而且没有查核机制 所以我们看到有趣报告书 在ESG 现在大家都说什么 是作文比赛 那确实就是讲 你报告写得漂亮 但不代表你真没有做到 尊重环境跟人权 刚刚一小民主党的投省会 那套机制 它是写在公司国外投资 这是处理办法第六条 那第六条说 如果国外投资有下列以下情形 主管机关不得核准 以下情形包含影响国家安全 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利 违反国际条约等等 那你们知道吗 这个条约 sorry 这条条纹没有被使用 所以我们到底写了不能用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想分享的是 就是国际上其实也有面对这种跨国企业 或者是供应链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预防 人手反进心态 然后去承除的问题 所以国际上我们看到包含 以欧盟为首 他们开始制定一个叫做 user的角色 那中文有些人反禁止调查 还有些人反禁止管理法 我现在先讲反禁止管理法 那意思是一样的 那他们欧盟职委会在今年二月公布了一套 叫做欧盟企业永续禁止管理指令草案 目前是草案 那二月二十三号公布 前几天呢 欧盟European Council又进一步有一些投票 接下来欧洲议会会再深度讨论 那我们知道的消息是最快明年年底会通过 通过之后受影响的企业包含欧盟企业 还有非欧盟企业 因为其实你只要 sorry 我刚刚拿完 你可以写这样吧 你只要员工人数超过500人 资本额超过1.51欧元的 第一阶段就会被管制到 到了第二阶段 你员工人数有250人以上 然后资本额超过4000万欧元 这是你高风险产业 有4000万欧元以上的话 就会被管制到 所以台湾企业呢 有部分企业会直接被管 被这个法规管制到 另外一部分非常多的企业 是因为他们在欧盟高应链上 所以也会被也会被影响到 那 呃 除此之外 这个除了这个指令之外呢 目前以上路的有 法国挪威都有已经升上禁止管理法 德国明年1月1号上路 这些都会影响到台湾的企业 不单单是欧洲 加拿大也通过了 一读了他们的禁止管理草案了 日本在今年8月公布了禁止管理之音 并且要朝向立法的发展 韩国也推出了一个草案 那现在正在要讨论中 所以国际上趋势是这样 那台湾我们还不跟上吗 好 呃 再来除了人权的角度来看之外呢 也从经济竞争力的角度看 刚刚一详秘书上有提到 现在国际立法 有这么多 呃 在开始立法了 这是一个主流趋势了 那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要赶快 跟上这个角度 也辅导企业 避免我们的企业被供应链淘汰 因为等日本的企业学会怎么做呢 韩国企业学会怎么做 欧洲要禁止管理法 台湾现在还不会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韩国到单 再来 竞争还有竞争不比我们的问题 就是等欧盟指令上入之后 或甚至现在德国明年生效之后 在他们的供应链上 欧盟供应链上的企业 跟台湾其他非欧盟供应链上企业 或是没有被这个指令指定管道企业 他们这个成本之间 就会有显著的差异了 但这个竞争的不平等要怎么办 但是台湾我立了自己的法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 最后对我想讲的是 我们的国家欠缘 从国家行动计划 两年来 刚刚这里已经讲了非常多 都是处理性质 都没有空洞 这是一个大盘点 我们希望政府 可以在两周年的时候 就是过两天 可以好好的承诺说 他要去做这件事情 要去要求企业管理自己工业的厂商 然后要做到尊重人权的环境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延全国欧视频 监督也很好 谢谢各位视频的共产会 那我们今天开场记者会努力 就是刚刚各位所说的 就是我们不知道否定 政府两年来的 呃的努力 但是就是本于监督的宗旨 所以我们要指出现况中部组 希望政府可以继续努力的地方 那接着我会如行动计划 依照那个UNGP的框架 来跟各位报告 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 首先 UNGP第一条 我就开招名义指出政府 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来防免企业侵害人权 那所谓适当措施 其中之一 当然就是透过国家的法律 来执行成为标准 远换企业行为 但是当这个法律本身 就已经跟国际人权标准不相处的时候 其实就算做到守法 还是侵害人权 因此 要真正莫视UNGP 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法会检视 去盘点现在针对企业行为的规范 跟UNGP还有国际上的人权标准 到底相不相容 那在检视的时候 有四点 我们希望政府可以留意 第一 虽然企业与人权这张考卷上 环境跟劳动绝对是两个大题 但是它也不是唯有两题 例如 企业歧视的对象 不仅是承执者或是员工 也有可能是消费者 或者企业如果在提供给大众资讯的时候 没有无障碍格式 那可能已经侵害到障碍者的资讯进入 所以检视的时候这个范围不能过度的线索 第二 法规检视的时候要注意到单一条文可能对脱户公约是有关系的 必须要全面去衡量 比如说检视劳动法规的时候 ICCDR第八条禁止强迫劳动 刚刚有领域上讲到的 还有ICCDR第七条工作权 当然是最先检视的标准 但他们也不是为二的考量 其实台湾政府在退出联合国前 曾经批准四个核心国劳公约 那现在劳动部指导也正在做这方面的检视工作 那我们希望当然这些检视必须要有效去进行 另外比如说儿童权利委员会 在第十六号一般性意见 已经指出照顾者的劳动条件 其实对儿童的权利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比如说劳动法规在检视的时候 CRC儿童权利公约也是必须要去考虑的 那第三 这些法规检视的成果 我们希望政府一定要公开 并且制定清楚的时程 进行后续的追踪 很重要的是 即便这个规范在形式上看起来好像已经符合了标准 但它落实是另外一回事 以就业歧视为例 现在就不法第五条禁止歧视性雇佑 性平法第十条禁止同工不同手 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已经平等了 可是今年的两公约审查 CRPT审查 委员们看到却是另外一回事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治上 其实还是有不足 目前我们国内法没有对歧视有明确的定义 也还没有将合理调整 去纳入歧视的范围 因此即便这个法性平法看起来好像已经跟国际人权标准符合了 但我们离政府所说 以法规去确保企业不侵害人权 其实还有一段句 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 这表面上看起来已经OK的法规 可能其实只对了一把 那当然如果是形式上已经明显跟国际人权标准不符的法规 我们就要并尽速的去修整 那这时候当然就希望政府可以尽速咨询 国际专家民间团体去研议修法 甚至立法的可能和方向 比如说要反免企业侵害人们的评论权 除了增凶现有的劳动法规 可能需要一部完整的评论法 来确保包括求职者、员工、消费者都不受到企业歧视 那这一点是今年四场公约审查 每一场委员会 呃委员都有做出强烈的呃关切 那第四 在得诚各体证部会去做法规检视之前 必须要提供相关的人权教育跟训练 学校老师要学生写完功课自己定证 老师要给学生答案 让他们配合不对 那之后可能还要定期收回来检查 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定证 不然怎么确保他们有定证 而且定证的是对的 那相同的在要求各部会机关去做法规检视之前 必须先做足相关的人权教育 有赔力 后续可能也必须要定期做追踪 才可以确保这个法规检视的成效 那这教育工作该落在谁身上呢 今生文公约第24号一般性意见告诉我们 国家人权机构在各国的切与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 和后续追踪都有重要的角色 所以国家人权委会应该要参照今年公约4份结论性意见 尽速制定工作方法 参考联合国 针对切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的指南 再次对各部官进行教育 落实他们在组织法下 研究检讨国家法令 监督政府的职责 那再来 UNGP第二支柱指出 企业有尊重人权的责任 但再次对我们还是要再强调 国际人权法下有义务保护人民权利的是政府 所以当企业不愿意自主性尊重人权的时候 政府不能两手一勘 好像拿他没辙 那这也是为什么近年各国政府开始透过立法 把UNGP里面呼吁企业进行的禁止调查 刚新权提及的去把它强制 也就是当发现萝卜没有用的时候 这时候棍子可能就拿出来不必要 那有关禁止调查法 刚刚新权已经跟大家说明 我就不在最初 就以下三点做稍微做补充 第一是就算台湾之后要立法 我们可能可以想见 也不会是短时间内可以通过的 那在这段期间 政府可以先选定高风险的产业 发布指引 告诉企业要怎么样对该产业中 风险最高的权利的人权去做影响 那再第二是到时候立法研议的时候 我们希望政府可以留意到 国际上对于这个适用范围 有不同的看法 现在欧洲各国和欧某 目前都只规算到大型的企业 那在这边我们并不是要特别支持哪一方 只是要提醒政府 应该要讲两种观点都纳入考量 那第三 联合国目前其实也正在草拟一份 有关切与人权禁止调查的草案 条约草案 但他的实质内容 跟各国现在有的禁止调查法 有比较大的差异 他涉及到司法管辖权的界定 还有举政责任的倒置等等 这些都是政府未来研议的时候 需要特别去留意的 那纵上我们呼吁政府 就是要对规范企业行为的国内法规 去做定期的全盘检视 然后留意其他可能的政策工具 还有国际的最新发展 在今年两公元审查的结论性意见里面 所以委员们他们担心 政府今年推出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只会是一个愿景 所以我们期许政府可以 以企业与人权这个领域为例 让国际社会看到 台湾政府不是只会空谈的计划派 是能够带来实质影响的行动派 谢谢 好 谢谢各位伯伴的发言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在座如果有问题 有意见 欢迎你这样 只会有人就应该叫我 最后再做一些 超市考 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在说评比的时候 十一项有关第一筹稿 因为他的 里面比较没有时间 没有办法想去讲 因为他的内容实在是蛮庞大的 那我就被我们 凌为第一等几项 尤其是什么原因 对我们提到说明 第一个 国家保护义务底下的继续承诺 落实中央人群公约 这个刚刚提到 里面提到三个 要完成国内保护公约 完成 禁止步行公约 免账护士统公约 以及迅速人群公约 所以就是他 写在行动计划里 白死黑字 没有 没有 就是没有 那 积极于经贸投资协定 纳入人群物调馆 目前我们政府最积极 主要想要推动一个 当然叫做CTDDD 那另外一个就是 目前 台美 直到 台美之间 正有 公益在台 那 当然可能政府 他基于各种敏感 他在整个台湾过程 没有多太多介绍 但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 在台湾过程中 到底有没有 有所说的 就是 继续于经贸投资协定 再往前 再来 跨国投资行政管理 目前 中央民国政府法规里面 唯一有 针对我们的企业 要出去国外投资 的唯一一项法规呢 叫做 公司国外投资处理办法 这是一个行政命令 那 从2020年到现在 这个法规是完全没有 这个法规发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所有的审查 里面当然也有说 要做一些法规 法规 法规 法律分析 还有就是 有限的审查 但这个都所有都只能在 企业 出国之前 一个投资行为前 做了审查 但是这个投资行为 完成到当地以后 如果再有任何在当地的侵害人权 会感当地的严重 会感当地的环境 会感当地的话 目前这个公司国外投资处理办法 是没有办法 做一种事情的 所以就像比如 刚刚 欣彦 还有 郁律师都提到 所以 台数现在的国际上像 副法一样 其实 这个 国外投资 公司国外投资源 那再来 持续促进企业 与多方密 在关心人对话与勾动 那 行政院在里面写 还要打造一个所有主台 然后让 民间团体 然后企业 这样子之间 能够有肯定的关系 那 不晓得这个平台是什么 我真的不晓得这个平台是什么 所以我看到任何 可以称作为稳定肯定的东西 好 再来 持续鼓励企业主动提出 兵或使人员政策 那目前有的所谓揭露就是 上司会公司 那个 英文公司 上司会公司 看起了这个报告 那 但是这个 因为其实它有些事情 是这样 邀尼有一个 报告 包括在那个 企业社会者的报告 它其实内容 是没有任何的 可信的稽查 或者任何的地址 所以就像今天 刚刚讲一种 所以 也很难说 这一个 鼓励到底 到底 鼓励到底落实到什么程度 好 再来最后两个 那强化区外管辖 他刚刚在邱玉士已经提了 那其实他 里面有说了要做四大研究 四大研究 他两年到目前 其实他研究出了什么东西 行政院也没有 通过任何东西 我也不知道他研究到哪里 好 最后一个 推动GPS保护机制 那也是 行动计划的名家 就说了 要推动GPS保护法 那 法案说的要力 到现在已经没有看到 所以 以上七项 是他都很明确的 就说了 你要定这个法规 好 通过这个公约 或者是要做这个政策 然后到目前 这两节都会看到 就像我刚刚讲的 剩下三项 我们之所以评为中 是因为他真的 没有去承诺什么东西 他没有去承诺什么东西 他没有去承诺什么东西 的情况下 我也很难说 他没做什么 那他也 可以信手拈 一些小东西 所以他做过这个 那因为我实在很难追踪 所以只好跟他为中 那所以这个才是 呃 我们也认为 就是说其实 这一份 切语 切语源源国家行动计划 但是很多内容都相当快 相当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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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 什么就要有的问题 好 那 做一下 以上 细节的补销 那现在在座 有没有什么 什么问题 或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 主位 大大伙伴们 主位 再多说两次的吗 好 那 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 还是要不信 那你 又要不信 那我们打发 成功 好 这是 好 好 谢谢 你好 谢谢 走 有人 無论